木星是距离太阳第五近的行星 也是太阳系内最大的气态行星 主要成分是氢和氦 本期节目提出一个十分有脑洞的问题 我们能否用一根火柴将木星点燃 如果木星被点燃会发生什么 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18倍 木星并没有固体表面 气体和液体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木星的大气层有90%的氢和10%的氦组成 众所周知火柴的燃烧需要氧气 然而木星大气层中并不具备燃烧的条件 当火柴从擦火皮上面滑过的时候 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摩擦会产生大量热量 擦火皮上面的磷会被点燃 进而形成后续反应 因此靠近木星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无法点燃火柴 假设我们拥有一颗万能火柴 能够在任何环境下点燃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点燃木星了呢 前面我们说过 木星最主要的成分是氢气 想让如此数量的氢气燃烧完毕 需要大量的氧气 氧原子要比氢原子重 因此我们需要收集大约6倍 木星质量的氧气 放眼望去 整个太阳系中也没有这么多 因此通过点燃的方式 让木星燃烧起来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纵观木星的历史 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小行星撞击事件 撞击产生的火花 也没有能够让木星燃烧起来 比如1994年的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 撞击木星事件 此次撞击产生的总能量 相当于二战时期 投放广岛原子弹的10亿倍 撞击太过于猛烈 在木星表面总共留下了 4个直径几万公里的深坑 火光照亮了整颗木星 即便是如此猛烈的撞击 仍然没有将整颗木星点燃 经过了十几年的氧化 木星早就已经恢复如初了 总结猛烈的小行星撞击 都没有将木星点燃 一根小小的火柴 就更不可能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 更加有意思的视频